记者500宣台北报道,政治大学目前进行下任校长临选,日前已通过7名候选人资格,今日进行校内同意全投票,需在较之原师生等各代表共837人中,取得40%以上同意票才能通过门槛继续临选。 而政大学生会也在周一举办座谈会,以学生立场质问各候选人,盼未来新校长要能在研究与教学上做到横评。 政大校长周航一去年宣布不续任,校房启动校长临选作业,组成临选委员会后,经过联署与推荐,5月正式公告有7名候选人,包含,政大社科院院长江明修,政大资科系教授李蔡燕,政大传播学院院长林元辉,成功大学副校长林从一,政大劳工所教授张昌吉, 政大经济系特聘教授张昌吉,政大法律系教授郭明正等。 而政大校长林选中,需由教职员师生共837人组成代表,进行校长候选人同意全投票,依规定候选人需取得40%的同意票数,才能通关并进入下阶段林选作业。 今日起已启动投票,预计投到15日下午一点将进行开票作业,而政大学生会也在周一,11日,举办校长,请你听我说。 校长林选候选人座谈会,并声明指出,政大林选中,同意全代表里占有10%,共计84名是学生代表,具有关键意见与票数,可让学生影响力撼动结果, 并针对政大未来发展,向校长候选人提出质疑,寻求解答。 政大学生会认为,过去看不见校方对学生权益重视,如蛮横实行课程经时,双辅制度,还有陈年未解的教室设备问题,乃至劳动权益等,同时政大是人文大学, 但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因论文产出量不高而不吃香,认为未来校长如何在教授的研究与教学间取得平衡,将是重大课题。 而座谈会上,政大学生也提出感受最深的课程经时制度,即将实行的心智双辅制度,学生活动空间过少以及设备老旧,学生劳动权益及校园劳动条件改善, 校园中性别平等与友善的议题,校内威权象征处理,细索资源分配布军,以及校务会议中民主程序的落实等, 最后呼吁各候选人,用心看待学生权益,并用宏观视野来规划政大未来。